要辦一萬個人是台灣歷史上的大事 過去沒有過 過去沒有過 李鴻元 李部長 他有講 他有講 他講的到底有沒有道理 今天事情為什麼會越演越烈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我們先來看VC 內政部南北大門貼紙早已經被撕掉 但地上諷刺苗栗縣長劉振鴻的油漆塗鴉 依舊醒目的躺在地上 政府大樓的景象如此難堪 也讓內政部長李鴻元罕見動怒 現在在做收證的工作 那要是有牽涉到違反集會 有宣法破壞這個公務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預送 人民有表達言論的自由 但是還是有個底線你必須要存手 李鴻元還將內政部自比麥當勞 說你可以把麥當勞砸壞嗎 內政部決定採取法律行動 沒想到網友立刻在臉書上發起 萬人自首招募活動 清大學生陳薇婷 就PO出在內政部門口 睡覺照片要自首 馬上獲得兩千多位網友按讚響應 其他網友也都紛紛秀出自己 參與活動的在場證明 內政部比做麥當勞 我們覺得不管怎麼說麥當勞 不會去拆人家的房子啊 求償跟民情室的責任 那農政就是蓋瓜成熟我們會坦然面對 面對政府表明要強力執法 深淵大埔行動依舊沒有平息的跡象 透過網路串聯 可能隨時又會有下一波的攻佔行動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有趣的就來了 這樣子要法辦 去油漆要法辦嘛 畫那麼漂亮要法辦 在這邊這樣子要法辦 這樣怎麼法辦 這是很激烈嗎 這很暴力嗎 現在是這樣 有權利的人說要法辦 就要法辦 那誰是有權利的人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錯怪李鴻元 我認為李鴻元當天故意不出來 其實是一套劇本裡頭的一個橋段而已 你看看 剛剛我們提到徐勢 劇本沒有他出場 劇本就是叫他不要出場 劇本就是叫蕭佳琦出場 而且那個潑水的人也很奇怪 因為農村政見說 這個人從頭到尾 並不是他們的人 而且潑了水之後找不到人 就不見了 有沒有可能其實是那個橋段 就是要讓人家覺得說 某方面安排有人去潑水 這些人怎麼可以對蕭佳琦潑水 那你想想看 李鴻元出身尊貴 要潑水當然就叫蕭佳琦去潑啊 去潑嘛 蕭佳琦就犧牲一點 誰叫你剛來當政事嘛 好 那李鴻元為什麼會這麼強硬 其實李鴻元他心裡面 你真的覺得他們強硬嗎 其實他後來有講 要對這些人提出所謂的民事 或刑事的訴訟 是政治責任 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也就是說還必須要跟上層討論 換句話說 這一切其實是上層所發動的一個 一個 我講一個劇本 這個劇本其實是要面對這一些 所謂的農村陣線 或這些公民運動 他如何來反制或反擊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有兩抱一竿 就開始在講說 這一批人是什麼失敗者啦 這批人是什麼這個 流寇 政治流寇 政治流寇 培後有政治勢力介入 開始去抹黑他們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得出來 白道要法辦 黑道就給你去紮店恐嚇 好 那另外 黑道紮店恐嚇這個要講一下 林一方的咖啡店 在斗南開的 竹南 竹南 因為林一方在竹南開那個咖啡店 就是陳偉廷他們這些大譜清廉 常常聚會的地方 比較苗栗異異分子 對不對 變跟老公一樣 那結果呢 結果現在那個店被紮 警察到現在說查不出來 你說說看奇怪 那有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會說的 你看徐勢容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個咖啡店 那這是林一方開的 那因為陳偉廷他們大部分 都在這邊聚會 對不對 在那邊喝咖啡討論事情 那這個是在開在竹南 我想請問大家 一個好好的咖啡廳 大家都去那邊討論事情 有什麼好雜的 我再請問大家嘛 那麼林一方的咖啡店 玻璃被砸碎 是不是暴力行為 當然是暴力行為 請問內政部的玻璃 有沒有被砸破 沒有 沒有吧 是不是暴力行為 不是 很簡單 這個就是其中的差別嘛 那是為了私人的恩怨 沒有砸玻璃的是暴力 有砸玻璃的不是 砸玻璃的這個對不對 它是私人恩怨吧 對不對 因為我不會鬆 你們這裡是說反差大幅 對吧 是私立私怨嘛 那請問去內政部的是私立私怨嗎 不是 是為了公益嘛 這就是中間的差別 就在這裡啦 那麼剛剛講到 其實立鴻講得非常好 剛剛講到李鴻源 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叫做 沒擔當 為什麼呢 沒擔當和我剛才說的 內政部長 沒有你再說另外兩隻 對啊 你怎麼說 洩漏國家這個 那個為什麼說沒擔當呢 內政部長是誰的上司 是警政署的上司 對 全國幾萬警察大軍 是你在領導 如果你今天認為說他違法 那你就依法處理法辦 我說坦白啦 農村政協他們不會怕他 能不能法辦警察就可以決定 不是 你本來警政署 不要說警政署啦 台北市的中正一分區長 方雅玲就可以決定了嘛 對不對 你收證 然後去誰 不是說帶頭的人進去內政部 帶頭的人那個 那個申請這個集會遊行 你就把它反過來 不是啊 誰破漆你就去收證是誰嘛 你要查出來是誰 對 那誰進去誰幹什麼 每一個你都要談清清楚楚 誰侮辱的公署 你要查清楚啊 不是說啊 帶頭的算就算了 不是這樣 法律不是這樣走的 法律講求的是證據嘛 該辦你就應該辦 結果你頭前發得這麼大聲對不對 後面又說 有關於刑事跟民事責任 是政治問題對不對 奇怪 李鴻元什麼事情 都是政治問題你知道嗎 什麼都政治問題 就是你內政部長沒擔當 為什麼 你就在擔頂那個啊 那個是行政院長嗎 那萬一行政院長也說 也是政治問題 那在擔馬英九總統嘛對不對 一個部長連這樣的擔當都沒有 沒有我覺得大家的思考 可能就是說這些政治人物 他全部focus在大埔這個事件 可是現在這個整個累積 是土地徵收的這個 不只是只有大埔 土地徵收 全台灣各地都有土地徵收的 這種民怨對不對 那大埔事件 就是變成大家匯集的一個 引爆點 所以如果你只處理大埔 你就又處理錯了 你又是沒有從源頭去處理了嗎 更何況是他連大埔都不處理 就更慘 為什麼 因為我這兩天 其實我延續剛剛立鴻講的 我覺得大埔完全不是內政部可以定掉 就是劉振宏定掉就是定掉了 大家都聽劉振宏 沒有其實是中央不管 你三年前就管得動啊 三年前 三年前就叫劉振宏不要拆了啊 那你都已經可以緩三年 為什麼現在非拆不可 而且那天馬總統回來講 那是苗栗縣政府的決定 他們現在在做切割嘛 就是跟我中央無關 那似乎是苗栗縣政府的決定喔 對 不是我決定的喔 可是我覺得我最近 查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剛剛立鴻在講說 最近是什麼 兩報一刊 包括很多的我們的同業 開始在抹黑這些人 抹黑了大概幾個說法 第一個說 這些人為什麼只聲援大埔 其他地方為什麼不聲援 其實你如果818有去現場 你就知道 818在現場是各個全台灣所有 他認為我的土地被不當徵收的團體 都來了 大家都上台講話了 最可愛的是誰你知道嗎 來自台東紅葉村的一個原住民 他上台講說 我來自紅葉村 我們就是紅葉少幫隊的發源地 我爸爸就是當年的中外野手 就是打敗日本人那一隊 他們家土地也要被徵收 連台東紅葉村都不放過 所以當天其實聲援大埔只是一個 一個影子 其實當天是所有認為這個土地徵收 不正義的通通都上去了 所以這兩萬人不是只為了大埔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整個中央政府 可是我猜個話 過去對於徵收土地的反彈 沒有那麼激烈 為什麼這次會激發這樣 因為劉正宏的刑事風格 關鍵就在三年前六月 他去採人家的道德 道德要留給子孫耶 我覺得關鍵就是他去採人家的道德 我覺得關鍵也不只是劉正宏 就是對於整個中央跟地方 就這些政府的不滿 其實都是在自由累積 我也不相信 那只是為了要徵收地而已 然後就去抗議 我覺得那整個東西就是 你對於馬政府這五年來 你武力感 你沒有發洩的地方 然後你也不能夠罷免他 然後馬系立委也罷免不成 然後剛好有個出口 然後我就整個去表達一個憤怒 我就說你今天猜大普 明天猜政府有什麼不對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做一個政府官員 然後你完全無視於這幾場群眾運動 的本質的問題發生在哪裡 然後你又用這種強勢 就是以為是我都是對的 我是做政府官員我都對 你們這些都是報名 都是刁民 我覺得那你就是錯到離譜了 你這種事情你最好就是隱藏起來 你要乖乖的去接受 而且你去從頭去解決才對 我覺得你不要去強出頭說 我看不到這裡面有任何的誠懇的部分 因為講明了大普真諦的問題 是在於公益性 請問我們現在一路走下來到現在 請問當初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是不是存在 第一個大普的銅鑼 對不起苗栗的銅鑼工業區 還空很多 為什麼一定要開工業區 第二個他說張藥房在那邊影響交通 上次找了一個連結車來轉 一次就轉過去了 而且他說這樣子會出現交通事故 劉正宏說張藥一定會告我 請問過去有沒有出現過任何交通事故 他說他一定要告你啊 他說要告他 如果出現交通事故的話 劉正宏說我一定會被告我一定要拆 好 請問難道苗栗縣 大家都是開連結車上下班嗎 你小孩坐後面 然後我開他送他去小學喔 而且就算是連結車也一次就過去狀況下 交通問題也不存在 所謂的科學園區工業園區的真正也不存在 請問公益性在哪裡 其實我補充會學衡的 就是說 剛才我有查了一個資料 就是我們的那個 中央政府的預算的那個決算報告 你看我們有幾個工業區 工業園區嘛 這個都是這個譬如說竹北的 它是70公頃 它70公頃嘛 那這個有100的 然後這個銅鑼有349公頃嘛 那這個 這就是竹南 比較最靠是123 123 那你這個沒有發生什麼弊案 那這個有發生過扁案 這個發生過核智輝 就是整個做涉及貪污嘛 那這也是有爭議的 那這些都不是大譜的園區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決算的結果 就這個工業園區 它已經負12億 就是說從2010年到12億 然後到就是兩年之內 它已經負了12億 然後這個是負的50多少 5億 3億多 然後這是唯一比較 就比較不賠錢的就是1000萬 那也就表示說 我們這些科學人群其實都是賠錢 賠錢 賠錢人群因為招商不足 就是你的需求根本沒有那麼大 可是你硬要去設這麼多的工業園區 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猜一句話 而且這個大譜 並不是在這五個裡面喔 他最靠近這個是 大譜在竹南 竹南 不是他也不是竹南的 他是竹南旁邊 所以說你根本沒有 當時就覺得說 你根本沒有必要去再去設一個 在科學園區旁邊 我猜一句話就好 沒有字面上的必要 可是底下一定有一個看不見的利益 因為要炒作土地 對 這大譜是講 你知道單單苗栗一個地方 我是苗栗的女婿 你知道苗栗這個地方 工業園區 就是以工業區域來做開發名義 或者是科學園區 你知道有幾處嗎 歷任縣長總共搞了17個工業園區 苗栗就這麼一點大 17個工業園區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中間的利益 也就是說 裡頭有非常多閒置的土地 你開發好之後閒置土地 他還不用 他另外非得在大土的地方 給你開120幾公頃 他並沒有飽和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在裡面招傷 我覺得觀眾朋友可能 以前知道說 這個只要土地重劃一次 就會很多人得到很多的利益 所以以前有一些市長 任內重劃十幾次的 你就知道說 這中間的利益有多大 但是我要警告大家 你說真的要把背後的利益查出來 你小心被自殺 被自殺 劉邦有那個 其實也是跟土地應該蠻有關 陸戰隊兩棲 這時候蛙人都會淹死 所以我們藏不出真相 我們至少把Mega講一點吧 對啊 我們講應該沒問題了 不會突然就死在 那應該就不會被自殺 那只有被殺而已 對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